各位观众晚安 持续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陈文岳 紧接着带来看到的是政坛话题了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被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大骂 把大选当成了综艺节目 又不彩排 对此柯文哲说 如果都瞧好的话就很假 还说有些人更糟糕 题目就算say好了还讲得乱七八糟 至于没有立刻回line给吴子佳 是因为讯息真的很多 现在还有五万封没有看 要不要也祈求神明保佑 别再跟人有摩擦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董事长开讲高雄厂被取消 还惹火吴子佳 骂他把大选当综艺节目 耍大牌又不彩排 问什么题目要怎么打 那算数都瞧好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就真的看起来很假 因为那个并不是说 那一个被访问的人 他自己的想法 有人是更糟糕的是说 连题目都say好还讲乱七八糟 谈话性节目需要花十个钟头 再对稿 这个出来不就是假的吗 那你干脆拿稿子出来念就好了 洪海创办人郭台铭花十小时彩排 在柯文哲眼里失去真实性 但吴子佳抱怨 传赖月见面 拖了三天才回 你不能说你寄一个蓝给人家 这人家一定要百分之百看到 我就跟你讲 我那个蓝里面他五万通还没看 那是参加董事长开讲的 我不晓得啊 老实讲一次就吓到了 累积五万则讯息没看也太惊人 但被奉过不了浊水吸引男 柯文哲说是事实会更努力 反而是国民党对手侯又宜 把民调老在第三名 归咎是太晚征召 行政首长他还是一个 有很重要的很多工作 所以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跑出去选举 如果你跑出去选举 那把你的主要的干部都带走 那就很清楚 现在新北市一定陷入无政府状态 政府的销利一定出问题 那这种东西是这样 一定会渗透 会渗透到地方去 柯文哲有不同见解 但既然自己身世上涨 就要趁慎追击 一二三 船利草屯办事处 宣示扎根地方决心 柯文哲加强路战之余 先靠一人站立 对外发射炮火 TVBS新闻 许立凡 华少平 黎平 南投台北 采访报道 讲到柯文哲 他的空战可以说是 蓝绿白当中最具优势的 而他的YT频道 现在开展 斗内观众的这个金额 似乎也成为了 另类的选战民调了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资深记者 邱婉容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旁边的这三个人 柯文哲 郭台铭 以及侯友宜 这三个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上过 由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的节目 美丽岛开讲 不过现在的媒体人 黄阳明他就说 这个斗内金额 会不会也是一个 另类的民调呢 我们来看到第一名 是民众党的参选人 柯文哲 他在7月9号的台北厂 斗内金额有三万多元 是三人之中最高的 而且还是所有频道的冠军 第二名则是郭台铭 郭台铭在7月14号的高雄厂 他的斗内金额是一万两千多块 不过人气也不低 他是当天台湾YouTube频道的第四名 而第三名则是国民党的总统 参选人侯友宜了 5月20号的新北厂 斗内金额有九千三百七十元 不过呢 这再来下一场高雄厂呢 只剩下三千六百八十五元 这有没有可能呢 也呼应在他们民调 斗内金额是他们的民调呢 但有网友就吐槽说 像是这郭台铭 这有点很有钱了 干嘛还要斗内给有钱人呢 明天就是7月16号了 一个政坛最大活动 就是7月6的上凯到了 而现在是有不少的 柯文哲粉丝群组 发出了动员令 要大家在柯文哲出场时欢呼 还要喊竞选口号 也让外界质疑 是不是变相的造势大会 不过呢 民众党也说 最近确实发现不少反串群组 明威柯文哲后援会的群组 发出柯批716游行注意事项 要支持者在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出场时就要大声尖叫 演讲过程时时欢呼 最后还要喊柯文哲当选 难道716凯到集会 真的要变成柯文哲的造势大会 就算制图提醒这是反串文也没用 因为要支持者大喊竞选口号 这样的柯批动员令还真不少 担心当天活动因此变调 民众党脸书呼吁 当天活动不属于特定政党跟立场 而是属于关心居住正义跟司法改革的人 要大家遵守不穿造势服装 不与人冲突 没有造势动员等四不一没有 不要喊政治口号 也不要有任何的一个政党的旗帜 这一次的716的台道活动 它完全就是自发性的一个诉求 所以跟任何政治性是没有关系的 避免沦为造势场被绿营大作文章 只是当天不止柯文哲 蓝营侯友宜 郭台铭也都要参加 活动主办人之一的黄国昌说 他们不是只来讲讲话就好 不是要给你们作秀 是要你们表态的 要你们画压的 要你们承诺的 有人如果要刻意制造一些冲突的话 就麻烦跟我们在场 穿这个衣服的 志工也好 工作同仁也好 联系 其乐上凯道成为非律大集合 不让对政府的不满 成为个人的选举场合 柯文哲呼吁在先 以免有任何万一 反而扣分 TVBS新闻华少平立平台北报道 而这一场活动是由前立委黄国昌 还有馆长陈之汉所发起 主打居住正义 以及司法改革相关议题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刚刚提到柯文哲 还有国民党侯友宜 以及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 都表态会参与 外界就认为 这场活动犹如是非律的大结合 究竟这个活动能不能成为 蓝白河的起点 还是三方各有算盘呢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婉容 号称公平正义的T16活动 即将登场 那我们也知道呢 民众党的总统参选 柯文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 以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都受邀言 允诺要参加 但是呢 这个时事评论员周伟航就说了 这柯文哲呢将会是这场活动的最大受益者 为什么呢 他说呢 这个管粉跟昌粉呢 顶多就只能号召几千人到现场而已 但是呢 柯粉能不能破万呢 其实也考验柯文哲动员能力 那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柯粉呢 已经在网路上 或者在他们群组里面说呢 大家要一起来支持柯文哲了 那么对柯文哲来说呢 这个活动对他来说呢 其实政治考量呢 是说能不能把这个管粉 以及昌粉呢 纳到自己麾笑 那如果现场人都当然是最好了 可以一起打包带走的 但如果游行现场非常的冷清的话 他就到现场过过水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尤其人越多呢 也可以展现对柯的影响力是越大的 而且这有没有可能会是 这馆长以及黄国昌 跟柯文哲这三人合作的起点呢 那如果主角是柯文哲的话 侯友宜会不会沦为716 帮柯文哲造势的配角呢 不过侯友宜进省办公室就说了 这场活动是追求公平正有 不应该付诸更太多的政党标签 那同框郭侯和或者是提前离场呢 现场大家也会关注说 这郭台铭跟侯友宜 以及柯文哲的互动 那郭台铭呢 到底会不会独立参选 亦或是挺侯 或者是挺柯呢 这场活动在明天就要登场了 不过呢 就在活动的前夕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锦豪呢 就爆料黄国昌在细致的住处 除了顶家的违建之外呢 一楼的扩建也是违建 而且呢 还是盖在国有的山坡地保育区 上节目宣传716活动 但对于自家涉及的土地争议呢 就不管你怎么讲 就不管你怎么讲 他们继续在抹他们 这个现在就是他们的手法嘛 他要把你搞到很累 你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去讲你要讲的事情 你就一天大晚再处理这些泥巴 从停车场到顶家违建 黄国昌简单一具抹泥巴带过 不过真的只是抹泥巴 因为现在又有新爆料 这里是黄国昌系纸住处的后院 铁皮围起 看似无意状 不过在地议员张锦豪直指是违建 而且还是盖在国有山坡地保育区 分别占白云段25平方公尺 秀山段54平方公尺 地级藤本载民山坡地保育区 另透过空照图更清楚 2006年没顶家违建 靠西的那一侧也没扩建 但到了2018年 长高也长胖 现在国产署也证实说 黄国昌的住家 有部分是占有国有土地的 也因此要求黄家必须 在一个月内腾空返还 并缴纳违约金 国产署都认定了 新北市府要罚妈 尤其侯友宜16号 还要跟黄国昌同台 喊公平正义 这下不尴尬吗 一切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 而巧的是716活动前两天 黄家房产又报正义 爆料的还是跟赖清德关系 不错的新西议员 而且国产署也介入 这是否也是民进党政府 刻意要骚弱游行的正当性 不管是新北市政府 或者财政部 我想依法行政是最后的一个基本原则 不好说的用这答案 最安全 TVB的新闻 洪富华 吴奎言串柔 台北报道 继续谈到了柯文哲 他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是出席了中小企业的挺科晚宴 虽然说原先挺郭色彩相当浓厚的联店荣誉 副董事长宣明志受邀而未出席 但是代替他到场的儿子 却称赞柯文哲 若成绩一直不错的话 我们就跟他玩 戴着国旗帽开口着惊人发言 他就是联店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的儿子 本来在旁边忙着吃饭的柯文哲 听到这话马上醒来 惊讶的说这是他个人发言 我不代表柯文哲 但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 都觉得侯友宜被朱立伦骗 宣董儿子喊着蓝白和白蓝和都可以 但本该在这的应该是他父亲 我来这边一定是代表 那个薛明志董事长 就我爸爸 这一次我们柯P 已经先举手出来说他要选总统了 那如果他成绩很好的话 我们就跟他玩嘛 就这样子 看起来柯P的成绩是 上半场是很好啊 就连吃个饭都要代父出征 或许也是鉴于特殊身份 毕竟宣明志最早行动力挺郭台铭 后来合体侯友宜 或许不宜跟柯走太近 会觉得给那个宣明志董事长 给你一个玩丁 不会啊 跟他很好 跟他很好 所以觉得好会支持你 不是啊 不认为被宣明志给了软钉子 但与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闹翻 却是事实 因为22号两人原定核办的 董事长开奖 高雄厂确定喊咖 民众党称是因为吴子佳 有太多活动要办 让本人很不满 没有 跟郭台铭一点关系的没有 是他们的这个陈志涵 用这种恶意批评的方式 我认为是柯文哲所指使的 我之前讲过的 柯文哲放狗咬人 你有跟吴子佳道歉吗 会想跟吴子佳和解吗 只是原想合办开奖拼曝光 但现在闹翻没得奖 依旧有声量 提到了侯友宜 他的民调相当低迷 也引发了部分的换侯声浪 而刚刚提到了 这个联电荣誉副董事长的儿子 则强调了侯跟郭都被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给骗了 对此我们来看侯友宜 跟朱立伦的回应 他们是说 要把力量的这个焦虑转换一下 把焦虑化为力量 把炮口对外 团贼一次 炮口是对外 我们焦虑者 要转化成我们支持的力量 朱立伦侯友宜异口同声 回应的就是这句话 就是被某些人骗了 朱老板 联电副董薛明志儿子的被骗论 朱侯不想谁知其武 毕竟里里外外战场已经开构多 而自家人也帮忙对外轰 侯友宜的哥哥侯明峰 在高雄党部活动上提到 有人说我弟弟是草包 是啊是草地人好吃的包子 家里的人是我最亲密的 从小看我长大 所以我非常谢谢我们家人的支持 换猴杂音太多 猴仪现在急需各界送暖 不过原本部分挺猴派中常委 要动员百位中央委员 营造大团结气势 地点还办在党部楼上 但最后因为人数不够多取消 但19号台中将有挺猴大会 全大会前两天 桃园地方军系也将举行 名称为台湾要猴的力挺大会 党主席朱立伦也将亲自出席 我们的团队已经不断的 越来越凝聚所有的力量 我们都会凝聚更多的支持者 团结一心一起往前走 提名后风雨点滴在心头 侯仪仪只能在有限时间里 想办法度悠悠之口 提名后风雨点滴在心头 陈时中也来了 不只亲身破除了小英之友会 跟赖清德不和的传言 更痛批侯友宜阵营 不停地要赖清德 对于未要案来道歉 是逻辑错误 继一届后援会成立后 不到两周 赖清德的全国要届后援会 也成立 而且都在北市举行 抢供柯文哲的一届票 不言可遇 我们要求重启国贸 真的是台湾应该走的方向吗 对 更何况中国名言 要重启国贸 要接受九二共识 要借门的焦虑 赖清德听到了 而上次因赴美缺席 一届后援会的陈时中 这回准时出席 同台和团结 当然也是要破除小英之友会 跟赖清德的不和传言 新北外药案陈时中大扁猴吟 看来小英之友会对赖清德的怨怼 以放肆 倒是新北市府不以为然 扳机造谣联盟成员 再加一 而且看看活动主持人 其中一位还是英系立委罗志正 前一天罗志正还陪赖清德 翻母校剑中 替赖出国比赛的跃移棋队 加油打气 过去的nobody 现在正打算争取总统大位 新一片新闻 文化串柔台报道 民进党的全代会 在16号的时候就要登场了 总统参选赖清德 还有立委参选 都将同台的来亮相 但是各家的民调都显示 赖清德是已经达到了 个人支持度的天花板 下一个阶段 要怎么拼三角都图围呢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婉柔 我们也知道 现在多份民调 关于总统大选的第一名 都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赖清德 居度 赖清德现在也碰上难题了 因为他的支持度 不管哪一家做出来 大多都是落在30%到35%之间 这会不会就是赖清德支持度的天花板呢 他们自己也评估 无论是三角度还是四角度 其实最后都还是会回归基本盘的 尤其现在还有两大隐忧 就是对手一直在打说 这2024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然后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恐吓牌 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 讨厌民进党的氛文 所以赖清德阵也是积极的在灭火 他们一直强调说 2024绝对不是选择战争或和平 而是选择威权跟民主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到底该怎么拆弹呢 我们来看到这所谓的战争恐吓牌 只要知道 现在只要蔡政府宣布军购 或者任何战备的消息 都会被扭曲成说 选择赖清德就是选择战争 所以这对赖清德阵营是非常苦恼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蔡政府常透过文宣事宜 还有这些经济外交等手段 希望透过一些例如说 各国加码在台湾投资 或是防移民潮的论述 要来洗清这些谣言的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国安局长蔡明燕 还上节目接受专访 大谈说共军其实在现在 并没有具备犯台的能力的 但是还有一个 讨厌民进党的氛围 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赖清德阵营他们自己现在也说 其实他们也现在讨论说 在内政这一块 避免完全的阶层蔡政府 不然很多民众可能会说 怎么相关的东西又来了 他们认为现在就是蓝白斗法 所以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 而让自己变成剑霸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旁边的QR Call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带你一手掌握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巴拉规准总统 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 离开之前接受到了媒体的专访 他承诺未来五年 台八邦义会稳固 更愿意与两岸同时建交 至于赖副总统 是否会出席自己的就职典礼 巴拉规准总统说 知道有特使团 但是不确定名单有谁 无论台湾谁当选 巴拉规准总统承诺台八邦义依旧 而外界关心他八月中宣誓就职 附送赖信德会不会出席 毕竟是过境美国的最好契机 喊出未来五年 两国关系只会升级 而他日前会务蔡总红石 提出自己的国政愿景 包括五年增加五十万就业 以及二十万公民融资 几国宅 那此次来台 我国有承诺八国什么经缘吗 巴拉规是我国在南美洲 最后一个友邦 准外长六月曾表示 与台湾关系不变 但也准备好与北京对话 不排除双边承认 但就看各方买不买单 至于北京平在中南美洲挖五友邦 美国此前也紧盯 五周后即将杀认的贝尼亚 美方有无就此事提前结洽 对于选举期间 有巴拉规人认为应该转而与中方建交 贝尼亚说大部分是来自制造业和牛肉商 目前已努力拓展其他市场 贝尼亚打包票 台拔帮一任内一定稳固 DVB的新闻林亚南刘婷婷 看不到 那么替国军服役超过半个世纪的英式防空飞弹 在上个月才举办了厨艺的典礼 现在又有新的去处了 因为美方要将向我方购回反美来检修 用来军援乌克兰对抗俄国 而有美方处理也能够降低政治的敏感度 不过专家就进一步建议 英式飞弹对于中低空仍然是有威胁性的 建议我台湾不用全部卖掉 在我国服役超过半个世纪的英式飞弹 原本以为退役前送到绿岛 已是它的最后舞台 但现在有了信用图 而武战还在打 美方将我英式飞弹够回 用以军援乌克兰 这批飞弹虽然以中老年 但当初在我国41场实弹射击中 拦截率达90.4% 在恶务战争上能帮上这些忙 弹药的消耗非常非常的快 大家在成平时间没有那么多的库存弹药 英式大概要打40公里左右 大概就是中低空 它还是有它的发挥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要回销给美国 不见得要全部都要回销给美国 其实我们应该要保持一定的数量 因为其实我们同样面对 现在中国大陆的非常多的无人机 专家建议若真要被回购 我军也可以别全卖 应是对中低空飞行器仍有威胁力 另外美方出面 不是我方直接提供 也能降低政治敏感 美国众议院在14号通过 国防授权法案 总预算高达8860亿美元 民主党基本上全数反对 但共和党靠着多数优势 以219票同意 210票反对通过 条文内包括协助台湾军事训练 以确保足够防卫能力 而汉光39号演习 机枪登场 这回巴黎海岸反登陆 部署曝光 从空拍画面来看 第一波防线为销波块 钢刺卫 战防豪等设施 第二波防线为纵火区 废电杆等等来阻绝 第三波防线则由铁丝网与鬼雷组成 后方都是我方的打击火力 毕竟两岸越来越危险 演练也得越来越求真 同样也是军事焦点 围棋一周的汉光39号演习 在这个月的24号就要展开了 国军各个单位 最近也正在积极的 进行钳制的相关作业 像是新北市的巴黎一带 就可以见到国军官兵 在路上行动 或是在防御设施 做警戒的演训 其中最受关注的战壕 今年再次出现 而且规模是更大 用意就是要让后备部队演练 如何和现役的部队来搭配 阻止敌军从巴黎登陆 巴黎13行博物馆 一旁空地上 捕获野生的复仇者飞弹车 和运转中的风眼雷达 火灵敌军逼近淡水河口 国军展开使兵部署 草丛里怎么会升起蓝旗 当然是代表有部队 正在进行操课 今年的汉光演习 台北港要港防务 一样是重要的一环 除了在周围干道的角落 射起了这样子的射孔之外 包括了台北港港务大楼 要通往售票口的通道下方 也设起了防御攻势 弟兄演练反夺港警戒 一把踢勾腰部枪枪管 伸出射口 公园围墙 港警中队一旁角落 或是车来车往台北港入口 周遭转角 高架桥蹲下 都已经设置射口堡垒 汉光三九号演习七月下旬登场 部队行军操客 或轻型汉马车打街跑 都在巴黎重线 银门一旁就是站好 地下阵地入口 还有机枪堡 公式看来大致完成 M60A3战车 在一旁射击坑待命 用意是给固守在此的 新北后备旅官兵火力支援 前提是在理想状况下 我是觉得还是有一点旧的思维 也就是他是以兵力为主的 一个防守 那么希望做一个 在台北港周遭 做一个线性的防御 但这问题是 你的相关的火力 尤其是现代战争 你相关的火力 如果没办法发挥 它的用途的话 那么事实上面 你光凭兵力 步枪 或者说简单的清兵器的话 是没办法防止对方的 这个整个上岸入侵的 严防解放军 从淡水河直取大台北 去年汉光三八号演习 在巴黎滩头 跟台北港 大规模演练国土防卫 今年更将延伸战线 一路延伸到桃园机场 以防敌军 同时抢占北台湾的海空大门 迅速下放人员跟装备 如果夺战以后 它的行政下卸 可以在一天内 让它的兵力 登陆的兵力 可以翻倍 这个区域里面 还有四个高尔夫球场 四个高尔夫球场 非常适合 它的空降兵 或者是激将兵的降落 然后夺战相关的要点以后 尤其是占领了领口台地 那整个台北市的话 几乎都在它的整个火炮的 砍制的范围里面 所以军方寄托长后一体 尽可能的缩小敌方登陆范围 只是当后备部队也进入交战 就意味着 来犯的兵力跟火力 已经突破第一线 如果当对方能够进行 海空三七联合突袭登陆的时候 他一定已经掌握一定的制空权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部队 在地面上要运动 难度会非常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固定阵地 或是用固定豪钩来 部署这个部队的话 其实会对攻击军的 这个攻击来说 你要突破这些阵地 或越过这些阵地 他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才有办法 有些专家认为 豪钩站多少能替现役部队 争取时间和空间 或许就是这一点 让国军考量安排 更多后备兵力 包括在汉光州 接受叫招的人员 熟悉战壕运作方式 连续两年 国军在台61线的 快速道路高架桥下 设置战壕 而且消息指出 今年规模更大 战线更长 显然是相当重视 后备部队摊案 守备了这一块 不过处处都说 借近于乌俄战事 但乌俄的环境 毕竟跟台海不一样 乌俄战场 大多是平原 战壕除了增加 掩蔽机会 在天寒地冻时 也是难以跨越的 楚河汉界 其实在俄乌战争里面 它这个东线 其实的确就是有 这种豪钩站又在线 双方在东线 那时候可能都 互相都缺乏动能 然后这个缺乏后勤补给 所以双方都缺乏火力 跟机动力 然后战线就寸步不让 然后后来有新的一些 像无人机等等 自杀攻击飞弹 反而有时候更巩固了 这个豪钩 因为双方都没办法突破 可是它这个我觉得 是这种作战上面 一种特殊的情况 国军防卫战术 求新求变 固然是好事 但束手领土 因地质疑 汲取经验 不等于复制贴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